嗨,你好,我是小悟夜,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想要特别和大家分享 我这两年来有参加的一个课程叫做生命能量学 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我一直想要分享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启发 跟我自己的一些转变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发现到有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分享出来 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所在 那当然我讲的东西是跟这个课堂上教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 一个非常分析性的一个人格来的 所以我会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解释一件东西 所以在这边呢,我就先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小测验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 比如说在事业方面,财务方面,感情,家庭和健康 这五个层面呢,你目前的哪一个是比较有大的这个困扰 而这个困扰呢,是你已经困扰你很久 但是你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在事业上呢,你想要更上一层屋 但是你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卡在那个瓶颈 没有办法更上一层 或者是在感情上面,你一直遇到会劈腿的对象 你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爱情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你真的要听我接下来讲的这些内容 因为对你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去外寻找 我们去学这个最厉害的管理技巧 我们最厉害的学了这个什么商业模式 然后我们去学什么样的自媒体经营等等 但是你发现到自己很像没有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 就是人家的技巧很厉害 你懂了,但是你就是做不出来 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外寻找答案 你一直找不到你的这个解答 那可能就是你要去从内在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答案 可能那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就在你的那个内在心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学它主要教的就是 如何改善我们内在的一些心理的状态 让我们从内而外的去改善外在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些人生上的目标 比如说财富,比如说幸福 比如说是一些很像感情上的一些课题这样子 我们先讲解一下什么叫做能量 那首先能量它我们用一个比较科学的东西 就是冰山下的东西 相信大家听过这个冰山理论 那冰山上的东西就很容易理解 它就是外在的事物 就是你的习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你的钱,你的房子 就是物质上的所有的一些 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外在 所以这些都是冰山上的东西 那冰山下的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你的潜在的潜意识,你的信念 你的感觉,你的情绪 就是你内心的一种状态 它是虚的东西 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就如果你按照这个什么宇宙定律等等 就会发现到有阴阳两极 所以我们都是有虚 然后会有实这样子 不可能只有实的东西没有虚的东西 也不可能只有虚的东西没有实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衡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那个能量 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个内在 也就是冰山下的东西 那如果你的冰山下的东西有好的能量的话 你很自然的你就会关注到好的东西 你自然的就会去做好的事情 自然的就会吸引好的结果发生 所以这个好的结果发生呢 它就会呈现在你冰山下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的财富 你得到好的这个另一半 你找到好的朋友等等 所以很容易理解好的能量让好的事情发生 不好的能量就会让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就会去创建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对金钱匮乏没有安全感 那根据这个比如说这个聚焦的这个法则 你会发现你害怕那个钱死去 你很容易的你就觉得钱很容易不见掉 比如说对这个感情没有安全感 那你可能你的内在是没有安全感 那你就会不信任 所以这个不信任呢 就会让你有这个行为去压抑对方 那对方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压抑的情况下 他就会做出一些劈腿啊或者是去做外遇的一些行为 那最后呢你就觉得为什么我遇到的这些人 他就是一直劈腿 这么我没有办法得到自己的这个爱情 为什么我这样说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信任别人 因为你内在就不信任嘛 你觉得这个没有安全感 我没有办法信任 所以你就会感受不到那种无条件的爱 因为你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打开你的心 所以最终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 给你付出的那个无条件的那个爱 所以最终你又抱怨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家暴的例子好了 很像相信大家有听过一些 很像有一个人他很像他结婚过三次 然后离婚过三次嘛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每一任的他的这个丈夫都是家暴的 就很奇怪 为什么每一任丈夫都家暴他对不对 结果最后一次他第四次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丈夫 他是那种很温顺的人 还是家暴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每次他们有一些吵架的时候 他他就会讲一些语言说 你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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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打我了 你是不是很想要打我 所以他就很像是那种在暗示对方去打他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就算是最温顺的人 也是会因为你的行为影响到对方 所以最终呢 他就让你得到了这种负面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能量 让你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 让你觉得不安全感 然后如果你有负的这个能量的话 你就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最终呢你就会做出不好的行为 然后动下一个不好的这个宗旨 OK所以呢 如果你一直尝试用这个外在的方式去解决 你找更好的沟通技巧 更好的这个和夫妻相处的知道 那如果可以解决 那解决了就没有问题 这个就没有问题啊 你就不用看我的影片了 OK 那如果你解决不了心理 还是有一种结 就还是有点卡卡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一定是你内在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有些人他像学了一些技巧 他学会了 然后他去用了 但是内内心啊还是觉得 不是那么的就是有那个安全感 还是觉得不行不行 然后他就是冷气吞声冷气吞声 然后到这种他就跟他另一半爆发 就可能就在折磨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内在的那个能量不足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办法做好一件事情 就会得到不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修补自己内在的一些创伤 或者是去修炼自己内在能量的一个重要性 好了 那刚刚讲到这些都是关于内在能量的一些解释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重要性 那现在就想要跟大家跟聊更深层的东西 你怎样去修补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创伤 然后去让他去有能量 那你去做好的事情 去吸引到好的事情发生的 OK 那这边呢 就要讲到你跟你父母的这个关系了 OK 那其实我的这个小频道 好业生活频道也是有提到一本书叫做 这不是你的错 那这本书呢 主要就是他有一些很多的研究报告啊 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解释 你的这一些创伤啊 你的跟你父母的一些关系呢 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前程 OK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或者是去看那本书也是OK的 他刚好用到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讲 因为我上的这个课是这个身心灵的吧 所以我 我已经很尽力用这种逻辑方式去分析 他们所讲的这个东西了 那简单来讲呢 那就是如果你跟你的这个父母的关系不大好的话 这样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感到很幸福的感觉 那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感觉 所以这种不好的感觉也会出现在 你跟别人的这个互动 你可能不信任 或者是呢 你可能对金钱没有安全感 可能呢 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些冲突 或者是呢 你看到有一些人他讲话比较大声一点 你没有办法接受 你选择逃避 或者是你可能很讨厌这些懦弱的人 那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他都会形成我们做事做人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阻碍 就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跟别人起冲突的 所以我就发现到其实在我的这个事业当中会有一些状况 就没有办法去跟这样的人配合 那可能就会阻碍我的这个事业发展这样子 或者是像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用我的那个阳光的能量去控制他 因为我害怕冲突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他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这边呢 你可以先去思考一下你跟你父母的这个关系是怎样子的 到底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因为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是你内在探索最好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没有父母的话 你可以就找从小照顾你长大 或者是在你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跟你互动最多 你是对他有感情的这个对象作为遗迹 那为什么说呢 父母关系呢是最好修复你内在汇乏的一个地方呢 因为呢 当你的从小时候开始有情绪 开始有情绪创建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他们存在了嘛 然后呢 他们就是你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原始地发源地 同时呢 他们也是你信念构建的一个引导者 你今天长大会有什么样的信念 肯定是你小时候你遇到些哪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在跟你父母的这个长大过程当中 他教会你的哪一些事情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他就是一个信念的长期记忆的储备区 你知道吗 不管你是讨厌你的父母 还是你是喜欢你的父母的 他都是创建你的人格的一个地方 不像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 那这个电影呢 他就是有喜怒哀乐的几种情绪的 所以这种情绪当中呢 他是有会有那个记忆的那个画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电影 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个每一个记忆画面呢 都会有感觉跟那个情绪 所以如果你从小就有很多这种 不好的感觉 不好的情绪 那当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生活上的 所有的这些情绪的时候 你的这些 像记忆当中都是 非常的就是你把它封闭掉 它就变成一个灰色的画面 就很像是那个电影 那个主人公 他就很讨厌那个地方 他就离家出走 所以他就发现到 他的那个性格记忆区呢 开始倒塌 然后呢 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冷漠 变成一个空虚的一个人 当然到最后那个电影当中 他有被救回来 OK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人 他们长大了之后 或者是他已经赚到很多钱 他变成一个比较冷漠 比较空虚 比较没有感情的一个人 对你会发现到 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可能就会是 很喜欢去寻找短期的刺激 他就会得到那种短期的那个快乐 但是他的长期呢 是空虚的 不管他赚多少钱 他都是这样子 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你事业有成 但是就是寂寞空虚人 OK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很像敌人一等 你会有那种自卑的感觉 你会有那种不满足的这个感觉 然后你会一直想要去追求 更高的这个目标 但是你达到之后 你并没有快乐多久 一下子而已 我要追下一个目标的 OK 甚至呢 有些人他会不屑别人那种简单的快乐 比如说他很像看到别人吃一个麦当劳 吃到很幸福很开心 他就不屑 而且麦当劳有什么好吃 吃到这样子 傻屁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就会这样子 他不屑别人的那种 年假的那个快乐 我是很喜欢年假的快乐 OK 他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他有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或者是你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总是很像遇到一些阻碍 可能你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面对 你就是会选择逃避 那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可能就是你有一些心结是你和你的父母解不开的 又或者是说你的内心对父母有一些非常不满 没有办法接受非常抗拒的一些信念 导致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卡关 但是你不懂要怎样去解决 你不懂怎样去处理它 OK那这边我举一个我的这个例子 其实我算是一个蛮落落的一个人 我想像每次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 我会选择躲起来 就算我没有躲起来 在冲突之后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寝食不安 我会整天睡不着 我会感到非常的就是没有那个安全感这样子 所以当每次遇到一些冲突的状况的时候 我选择逃避不去面对 然后去符合对方 但我的内心并不是想要这样子做的 所以我跟我的内心就有冲突 当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在的内心有冲突的时候 你自然的就会痛苦 所以我也会有那个讨好行人格 我去符合别人 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世界上跟我成长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要跟别人谈判 我要跟别人合作了 如果不够强硬的话 那我很容易的就被那种小气被奸诈的人欺负 或者被贪心的人欺负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世界上卡关的一个原因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一直这样 当我去探索我自己的一些过去跟父母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到一些蛛丝马迹这样子 那讲到这边呢 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的那个画面 它是一个怎样的画面 很像在两三年前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的小时候的那个画面 我的内在小孩的那个画面 我的感受是那种他是一个人 然后他是不开心的 他是无助的小孩子来的 所以我的那个画面是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无助的一个小孩子 虽然像两三年前 我的这个人生也是闷闷不乐的那种感觉 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情绪 然后我也是有赚钱 然后也是收入的比别人高 所以但是我没有到开心 没有太多的那个情绪的那个波澜 然后后来我就有去探索自己的一些童年的一些状况 然后就发现到有一个创伤是蛮大的 就是很像我想回去 我小时候 然后我会想到我父母就因为钱吵架 所以吵架他们就有一次就吵到 很像要闹泥粉 然后我的那个画面 是我抱着那个妈妈给我那个铺满 然后我就抱着哭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他们离开 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就感受到自己很像被抛弃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你看 我每次讲到这个就会有一种情绪化 你看哎呀做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容易 又要接自己的伤疤 又要去用逻辑去分析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又要去面对镜头 然后要处理这些情绪 所以看大家给一个赞吧 OK 所以自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不要给我的父母添麻烦 所以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给他们添麻烦 他们可能会吵架 他们可能就会抛弃我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 所以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性格 有任何事情我要先自己去面对 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我就尽量去要表现好自己 去符合别人的眼光 符合别人的期待 但其实内心是很累的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这种感觉 它形成了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然后塑造了我现在的性格 我的性格 如果大家认识我就会感觉 我是一个随和 我是一个善解人意 坚强的性格 然后我是报喜不报仪物的 所以当我有不开心 我有不满意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跟别人去表达 这样的一个情绪 然后别人也觉得 哦好业很坚强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用管它 所以久之久之 我会有时候会觉得 很像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 就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 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这时候那种孤独感就会出现 那种疏离感它就会出现 这种感觉就是你 冰山下的一个负能量 所以你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状态 你的一个性格 你就不大会去关心别人的情绪 你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快乐 然后别人伤心你也觉得还好 然后你也不大在乎这样子 所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恶性寻找下去 所以你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所以如果你这个状况的话 你可能要听我讲完 但是我也不一定会帮助到你 可能要去上课去体验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就有改善了 所以很像我第一次报课的时候 我上一节的课 我只是流两三滴眼泪而已 已经很尽力了 然后第二次报课的时候 哇妈的我哭到30年 我现在30岁了 30年的那个眼泪都全部哭出完了 哭到完了 然后因为他当时候会有一个环节 是比较要去释放那个情绪的 所以他会你要协助你的那个组员 三个人这样子 所以当我在帮助我的那个组员的时候 我要去感受他的那个情绪 然后我要进入那个氛围 所以我是完全可以带入他的当时候跟我诉说的这些恨啊 抱怨这些情绪 我感觉我已经穿越到他的那个身上那边 然后我就真的是不管是别人跟我讲的 还是我自己讲的 我都就是很有那个情绪的那个流动 就哭得很够力了 OK 所以当然这个课程很像 很多人就觉得很上这种课 就很喜欢做这样的这种什么洗脑啊 或者让你见入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然后之后让你上瘾 然后一直要寻找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又再重复上他们课 但是我以前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以前我上过一个课 他就是用那种很负面的那个状况去 让你要去流泪 让你就是觉得自己很差劲 你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 那以前我是非常的抗拒 那后来我理解了一些道理之后 我就接受了 然后呢 我是可以接受别人的不一样性 所以有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情绪流动 他是在帮助对方 所以我也配合去做 那而且到现在的我上完课之后应该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吧 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 反而我觉得更加放得开 更加的轻松 就连我那个协助的那个队员 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所以说会不会上瘾 就要去继续上这个课 我觉得完全不会的 甚至我还推脱了 不要啊 下一节的课你等我 明年我再来上 因为我是反正是很懒惰去上课的那个人 因为上课他可能就是三天四天五天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尽量拖延的这种性格 OK 他在这两阶的课程当中 我是有学到蛮多 就是我觉得我学会了 就是我一生当中缺失的一个东西 就是情绪表达 所以当学了这个之后 我就很明显就开放的更多 我会跟我的家人去表达自己发生一些状况啊 不开心 我也会跟我的另一半 就是马上讲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我跟别人在陌生人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有做一些很像刚认识的一些互动的时候 也变得比较可以 跟人家socialize 你知道吗 呀 anyway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的有一些收获也是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就更加的重点了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一些创伤事件 给你造成的一个性格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让你找出阻碍你获得成功 幸福人生的一些根源吧 所以现在你可以找一本书或者一张纸 然后你画两排的格子 一排写上母亲 另外一排写上父亲 然后呢分别写下他们的三个优点 还有三个缺点 那最好是你可能你有他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物件 让你可以沉淀去做这个练习啊 这样比较有那个感觉 OK 所以呢我要你回想一下他们的各自有哪一些缺点 跟哪一些优点 所以呢总共会有各自三个优点 三个缺点 所以总共是会有12个东西的 好来写好之后你可能可以停下这个影片 那你做好之后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OK 好那现在你看着这些你写好的优缺点 你就反思一下 有哪一些优缺点呢 是你自己本身也是有的 OK 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看到我的父亲有优点是 勤奋 然后有责任感 然后呢 会很厉害就是跟别人社交 然后呢缺点是很固执 然后爱面子 然后爱乱骂人 然后我的母亲呢是这个很有智慧 然后很温柔 然后善解人意 然后缺点呢是 很喜欢抱怨 然后很喜欢被骂 然后不反击 然后呢 就是被别人欺负就不反抗这样子 OK所以呢 然后觉得自己本身 都有的是情分 然后有责任感 还有这个固执 这个不好的这个缺点 然后优点就是 我有觉得自己有智慧 然后善解人意 OK好 然后缺点其实也是有时候被人欺负也是 就不敢反抗了 OK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呢是因为他要让你自我反思 他是一个让你去观察自我信念最大的一个禁止 那我比方举一个例子 像 有一个家庭他有三兄弟 然后呢他爸爸有这个酗酒的这个坏习惯 第一个个个他是觉得 爸爸有这个缺点 OK 写在缺点那边 然后第二个也是写酗酒 写在缺点那边 然后第三个那个弟弟 他们 找来找去 都没有那个缺点是关于酗酒的 然后他其他缺点可能是很喜欢爱唠叨 但是呢他的优点呢 反而是写很厉害跟别人社交 然后是完全没有酗酒的描述 是在那一个整个这个优缺点的这个栏目里面的 所以你看到吗 这其实就代表着什么 其实呢你对于父母的这个写的优点跟缺点 他就是你的自我投射 他并不是 你的父母真的有这个缺点跟优点 他是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 所种下的这个信念 他是你自己的一个定义来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自我投射 这时候你可能就发现到 阻碍到你成功 阻碍到你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OK 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根源是哪里 你就做这个练习 然后呢 你知道之后你才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他其实通常会有两个情况出现 第一个 OK优点 你也有优点 OK非常的棒 没有问题 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 可能他的这个父亲呢是很喜欢论骂 然后是非常强势的 最导致他呢 可能长大之后呢他有一个性格是非常的懦弱 是另外一个极端面 所以他就不喜欢跟别人冲突 然后就很害怕 然后就会 很喜欢逃避 所以人家就觉得他非常的懦弱的 一个 一个性格这样子 然后 这个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如果还有另外一个 极端的情况就是 他父母 是非常的 强悍 就很喜欢跟别人起从 就很喜欢跟人家吵架 他长大之后也是这样的一样的这个性格 然后是更加够力的 所以基本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呢你在做这个念习当中 其实你就会发现到 有哪些是你觉得 你的那个性格在阻碍你 成长的 你自己会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开始有地方可以去改善 所以比如说好像 固执 的这个性格 那我 意识到这个状况 我要学会放下一些应该固执的东西 像我之前我一直固执我要做那个 读书会 然后我就亏了很多钱 我还是硬硬要做就放不下那个面子 这样子 跟我爸爸一样 所以你看 知道这个课题之后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 我才能够学会去放下他 对吧 然后在这个练习当中 你也可以去发觉一下 有哪些性格呢 是你非常讨厌的 那其实你非常讨厌这东西 你会发现你在跟别人的这个处事当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你很讨厌这件事情 所以你选择去逃避 或者是你去找别人去帮你去处理 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阻碍你的自己的发展 所以 当你有这些非常讨厌的这个性格 比如说好像乱骂人跟别人起冲突 很像这个是我的这个例子 我就发现到我很讨厌这样的一个人 是因为我很讨厌我爸爸有这样 爱乱骂人 讲话大声 那个感觉 所以我学会去接受他 这个东西他是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性格 是非常可爱的 那当然这种接受的一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你要去练习 他真正的是需要做一些练习 解灵还需细灵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去找那个细灵的那个人 去把心开放去讲这些事情 他才会真正的 让你的那个 心里的那个状态得到一个 解开 OK 所以这个是 我有做多的这些练习 然后现在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现在呢 我的世界上我有一个是 很喜欢跟我唱反跳 就是反反对意见的一个 反了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他就是让我可以去修练这个 跟别人起冲突 这样去处理的这个能力 那现在我要讲讲关于对视的感觉 那比方说你在这个你的事业上面 比如说你是打工的 还是你是自己做生意的 还是你是这个公司里面的领导者 那通常在这个组织里面他会有 上级中级跟下级 那假设呢给你100分的这个分配 你觉得 以重要的程度来去分的话 你会给上级分级分 中级分级分 然后下级分级分 所以大家可以暂停这个影片 然后先做一下这个练习 重要程度 100分 你怎样去分配 是50 30 20还是这个 10 20 50 有些人会讲 下级是做最多工的 他就完成很多事情 老板只是讲完了 所以下级是 70% 然后中级可能他还要协调一些 他可能就是 20% 然后老板出一张嘴而已 就40%而已 OK所以你先做一下这个练习 分配一下你觉得怎样 这是你觉得 所以不用参考的那个答案 现在做完之后 我当时看到这个练习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虽然老实在没有讲答案 但是我已经有那个启发 当时写的是 中级是 30% 然后下级是 50% 然后上级只占了20% 我就突然发现到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奴才命 你知道 工作的那个命 要一直执行力很强 一直做工 是非常的非常的 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不重要 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导致我 之前我在我的事业上面 我去抢我的那个团队的工作 我去做 这个不行 你不用做我自己做 所以我就搞到自己很忙 然后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 Dedicate 就是把那个工作 分配给人家去做 然后我的上级原本是20% 现在我觉得上级非常的重要 就至少占 60% 所以我在修念这个领导力 所以呢 这一个转变呢 它并不是说 很像我这样跟你讲这个道理 你就懂了 它是我对这个事情的那个感觉 去 去转变了我的那个状态 所以呢 我现在的就是我会觉得做这个领导者 我有很大的这个责任 想去引导我的这个下属 去把 工作做对 想去引导他们去思考 让他们可以成长起来 让他们可以在未来可以变得更加的好 自然的 他们要做的工作就会做好 很像以前我 比较不敢骂我的那个下属 现在我可以敢骂 因为我知道 我骂他是为了他好 他也可以感受到我有那个底气 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然后他 不管他 能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的这个职责 这个就是对视的一个感觉 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 能量状态的一个 状况 OK 到最后我们讲一讲 怎样去修复那个自身的能量 所以这边要去理解你父母的一些背景 他要这样讲你是他的那个什么背景 背景所逼吧 OK 不是真的要对你伤害 这个是传统留下来的 可能你对你的下一代也是一样的 那个伤害来的 也不一定OK 然后尽量的去跟你的这个 父母啊你的亲人去修复这个感情 当你有修复之后你会发现到 你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些能量 当你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这个能量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爱的感觉 这个爱的感觉就是支撑我们去有动力做这些事情 去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感觉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感觉你会懂得去爱别人 去称赞别人 然后去跟别人做更好的互动 那好的事情自然就会发生了嘛 OK所以我也是特别想要做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转变 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你愿不愿意去走出这个 舒适曲 还是你最终的这个决定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去做 因为你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你愿意去 修复跟你 你父母的这个关系 甚至你不懂 我也不懂怎样子 你可以自己去 找这个 什么 星辰能量学去上场的课 OK 我没有收钱去跟他做这个提供 我只是纯粹分享这个观点 然后我讲的东西 也跟老师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理解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种子法则 很像我之前在这个四大信条这本书也是有提到嘛 当你很喜欢去批评别人 去骂别人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他也是种下一种比较负的这个能量 他会最终会发生在你的这个身上 因为你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不完美 你 也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不完美 所以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会伤害自己伤得最深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恶性型可能会持续下去 让你变得一个非常冷漠的这个人 OK所以呢 总结来讲就是 你内在的美好 会被外在创造出来 OK今天我讲这个 这一集讲到非常的悬啦 虽然我知道做这个影片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可能还会被人家骂会被人家攻击说 迷信啊去上这种不科学啊能量学啊OK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可以真正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东西 所以呢我选择分享出来 所以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可以帮助到你OK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能之后我还做到一集跟你分享 完整的人生 跟原谅这件事情 让你人生可以变得 更加的快乐 OK 谢谢大家观赏 我是好夜 Fanny学习 学校没教知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